妨礙司法公正罪 什麼時候真的要推動 從國... 私改國事會議就做結論了 然後每一次 送來立法院的報告 都說我們積極推動 妨礙司法公正罪 然後呢 現在都還在演你 現在還繼續在演你嗎 妨礙司法公正罪 妨礙司法公正罪 什麼時候 我看看現在進度在哪裡 我在...多處一下 沒有什麼時間耶 私改國事會議到現在 已經快兩年了 法務部每一次發新聞稿 每一次到本委員會的報告 甚至行政院的院會報告 都說要做妨礙司法公正罪 結果都是只有聽到說 我要推動妨礙司法公正罪 我要推動妨礙司法公正罪 結果連個條文都沒有送來本院 這個會期送來 有沒有把握 欸...這要看整個進度啦 沒有關係嘛 我們私改國事會議 這個會就跟拜拜一樣啊 開完了會 該推的也不推 然後就讓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繼續關說司法 到時候案發了以後 大家都...訝異 哇...原來沒有妨礙司法公正罪 哇...原來沒有妨礙司法公正罪 現行法沒有辦法處理他 對於這些請託官說 什麼樣的人可以做這件事 就是有權有勢的人啊 像前法務部部長啊 然後沒有法律可以治他 再說我們現在沒有妨礙司法公正罪 這到底告訴台灣社會什麼啊 我們在推動什麼樣的司法改革 在追求什麼樣的公平正義 部長我希望喔 法務部動作快一點啊 如果法務部動作 還繼續這樣子拖下去的話 我想喔 這幾年的司法改革 真的陳希丹真的是慘不忍睹啊 讓人民非常失望 好 謝謝黃委員